台股今天开盘小涨了11点 不过上档有季线反压 指数多空拉扯之下 陷入了区间震荡整理的格局 但是分析师认为 这几天的指数已经缓步电高 台股挑战季械可期 所以这个连续三天 股价指数的低点 有慢慢的往上做一个变高 是不是再次的酝酿调在 上方的季线反压 从指标或者是量能的一个结构上来看 的确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 今天盘面上大力光黄雅科 利手红盘 红海人宝等表现疲弱 此外魏全今天召开董事会 魏家可能退出董事会 盘中股价一度上涨超过5% 另外社会国际油价续跌 航运股今天股价齐飙 长荣行 华航跟万海股价 都有半根停板以上的涨势 至于光学股 玉金 光还有股价 也是工涨停 也是今天的盘面多头亮点